吕贝尔炸盟友们集体讨伐美国。 特朗普这回真要单挑全世界了。 原创。 长安观察。 这两天,国际上不少会议都开成了讨伐美国大会。 5月31日,日本和欧盟在巴黎召开负责贸易事务的部长会。会上,各国痛斥美国,以国家安全为依据搞贸易保护,很不正当。 5月31日至6月3日,G7、美国、日本、德国、法国、英国、加拿大和意大利,财长会议在加拿大举行。原本,会议主题是为全球经济复苏点赞,谁承想,各国一开始就跑题了,对美国群起而攻之。 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直言,我们事实上正在开一个G6加1会议。孤立的美国正在,会上,反对所有人,并且肝冒破坏世界经济稳定的风险。 G7会议上,美国财长姆努钦被数落了一通。 美国到底干了什么,惹怒了所有盟友?近日,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宣布,从6月1日起,取消对来自欧盟、加拿大、墨西哥的钢铝产品的关税豁免待遇,分别加征25%和10%的惩罚性关税。 美国再次向盟友们挥舞关税大棒,大伙自然愤懑不已,三天两头拿自己人开刀,是几个意思? 恰如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此前感慨,有有如此,何须仇敌?图斯克。 资料图 回看最近三个月,钢铝关税一直是美国盟友们挥之不去的痛。 3月8日,美国宣布对进口钢和铝分别加征25%和10%的关税。 随后,特朗普给了加拿大、墨西哥、阿根廷、巴西、澳大利亚、欧盟以及韩国临时豁免,此次豁免于5月1日结束。 4月30日,白宫又将临时豁免延长到了6月1日。 最终,各国没有等来白名单,延期三个月的靴子,还是落下来了。 这期间,包括德国、法国等在内的美国盟友们,一直在与特朗普周旋,却并未让其回心转意。 此前,美国刚刚祭出钢旅观是这一招时,外界普遍认为是剑指中国,如今在看,美国的盟友们恐怕才是被杀的那一个。 先看钢,排名前十位的美国钢铁进口国依次是加拿大、巴西、韩国、墨西哥、日本以及德国等。 中国大陆仅仅位列第十一。 再说铝,虽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铝生产国,但由于中国铝制品内需很旺盛,只有10%销往海外,加拿大才是最大的对美铝出口国。 仔细分析这次钢旅关税风波,美国坑队友的路数即使非常明晰,第一招,万箭齐发。 先抛出钢旅关税,消息一出,各盟友都跑来献殷勤,标中心。第二招,声东击西。 既然来了,就聊聊。豁免可以,但有条件。 比如,加拿大、墨西哥。一直以来,特朗普就对三国之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不满意,嚷嚷这个协议从一开始对美国来说就非常糟糕,盟友占了我们的便宜。 很显然,特朗普想要推翻这一协定,启动双边协议谈判。 这一次,美国宣布征收高额钢旅关税后,他就再次表示,不介意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别达成协议。 罪翁之意不在酒,加征关税是小,以此为契机,推翻现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势大。 第三招,缓冰之计。 大伙聊得还行,毕竟都是朋友,先打个折,豁免一段时间,看你们表现。 可是,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,叫声大哥服个软容易,白白放弃自身利益没有谁会乐意。 豁免期的这三个月里,北美自贸协定谈判一直在进行,但并不顺畅,各方分歧巨大。 内容未完结,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。 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K.S.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Words WeChat Line SNS 回应美国制裁,俄罗斯一月时间抛售手中半数美国国债。 每家开私,加拿大人去买美国货其实还是有很多替代品的。 印度央行行长,美国适当的该停停了,多个国家快要应付不来了。 即是中国对美去。 中国人依旧承包了整个俄罗斯世界杯。 美美,没有证据表明,关税能够阻止中国进入更先进的工艺领域。 金砖支付奥尼尔,G7几乎别无他用,G20才是主角。 日媒,中国实施全球品牌战略。 海外商标注册数猛增。 笔尖美国,中国呈世界杯赞助大户。 个性奈及利亚对球一亮相世界杯,最丑。 最潮。 三分钟卖出三百万件。 今日科技。 是周胡的分岁。 从政参局下来,最后第一理解的瞬间。 中国大户。